解放军连续两天进行封岛演习 而内地的军事专家则分析认为 联合力剑演习将会是系列演习 封岛的范围越来越小 也会围点打员 在更大的范围进行打员演习 而针对外岛 解放军和海警协同行动 警设敲打的意图明显 解放军东部战区23号一早发布消息 23号24号两天 组织战区陆军 海军 空军 火箭军等兵力 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力剑2024A演习 专家提醒要注意这次演习名称有序号 2024A之后还会有同一系列的演习 现在练的是这个维典 那么可以想象我们的B啊C啊这些的演习 可能练习的就是范围更大的 打员的一个态势了 在整个的西太平洋以内 那么包括南海啊等等这些地区 那么它还有一个打员的这么一个态势 这不是解放军东部战区近年来的首次丰岛演习 东部战区公布的演习区域示意图 比2022年8月美国前众议长佩洛西窜台 2023年4月环台演习时 区域更大更逼近台湾道 军事专家更关注高雄西南台湾道东南的演习 高雄东南方向的这个包围呢 又大又厚重 可以对它的这个水深 还有它的空中和水面呢 形成了强大的监视和护卫的这个能力 那么这个巴士海峡呢 也是我们从南海啊 还是从台湾海峡通向西太平洋的一个 重要的水路的战略通道 所以呢我们又保护了这个水路的战略通道 又是对台湾的南部形成了强烈的 严密的包家态势 这是对于上一次的演习 有着很大的这个区别 东部战区公布的演习区域示意图 演习划分为9个区域 将台湾岛及外岛团团包围 这次的外岛除了金门马组之外 还包括乌秋雨东营岛 同时福建海景组织编队 当天位于乌秋雨东营岛附近海域 开展综合执法演练 这些岛屿呢 有的在长时间以内 它对于大陆的 通过台湾海峡的这些船只啊 还有这些舰只 包括这个飞机啊等等 那么形成了严密的这些监视的这些这个态势 包括它的很强的雷达 还有它的这些这个地空导弹等等 那么都对大陆的行动呢 产生了一定的这个影响 所以呢我们就必须在第一时间 对于这些离岛那么进行必要的清理 中国海警发布的综合执法演讯示意图显示 海警编队在乌秋雨周边呈绕行之势 最近处仅有2.8海里 在东银岛方向最近距离3.1海里 学者表示解放军与海警协同作战的升级 警设敲打意图清晰明显 凤凰卫视 霍文伟刘家昊 北京报道